李立聰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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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李立聰議員 李立聰議員 以及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李立聰議員 首先就是張醫生 幫我們匯報一下個案的情況 大家好 我們昨晚有94宗核酸檢測陽性的個案 另外有96宗是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總共的陽性檢測數字就是190宗 核酸檢測中的94宗包括18宗是醫管局的個案 9宗是衛生防護中心的檢測陽性 以及67宗是私人發現所檢測陽性 現在累積的陽性個案 第五波是1197,955宗 包括748,685宗是核酸檢測陽性 以及449,270宗是快速檢測陽性的個案 我們今天的個案裏面 有28宗是輸入性個案 包括25宗是核酸檢測陽性 以及3宗是快速檢測陽性 其中有19宗是在機場的樣本找到的個案 包括10宗是21號底港人士 以及9宗是22號底港人士 在21號底港人士包括了四個航班 兩個是SQ894 四個是TK070 兩個是EK384 另外那九宗是檢驗酒店找到的個案 和2宗是JL735 在22號底港的9位人士乘坐六班 一個是CX829 一個是LX138 一個是CI909 兩個是TK070 和三個是SQ894 還有一個是坐EK384 另外那九宗是檢驗酒店找到的個案 大部份的樣本都是第三日至七日的樣本 我們在108宗的個案裏面 做了一些初步的基因分析 在衛生防護中心的發言所 104宗是L452R 是陰性 而4宗是樣本的病毒量太低 我們在老人院社就是沒有新的個案 在學校來說 今天星期一有21宗的陽性情報 有15宗是快速檢測陽性 有6宗是PCR 一共是20間學校 牽涉了19個學生和兩個老師和教職員 其中有三間學校 累積七日內有多過兩宗 或者多過兩宗的個案 這一間學校就累積了三宗 包括一個老師和兩個學生 分別是不同班級的 老師曾經教過兩個班級的學生 那兩個學生互相不相識 那老師應該是19日是最後上學的日子 我們都在觀察中 那兩班的學生 那間學校和其他教職員 沒有其他個案 另一間學校有兩個學生同班 坐得比較近 那間學校一共其他同班的學生 都沒有其他個案 那一班總共有33個學生 中間大家都可以戴口罩 很偶爾都可以在一個位置吃東西和喝水 但他們有一些板間住 這裡都沒有其他個案 我們都會看看情況 而其他學生都在做快速檢測 都沒有一個陽性的個案 另外一間學校就是分別有不同班級 不同班級的另外兩個學生 那這兩個就是不相識的 應該都是未必有什麼關係 死亡個案 醫管局今天沒有情報新的新增個案 那我們總共在第五波個案 都維持在9157宗 那那個死亡個案的 這些的粗粗的病死率 和之前不是太大分別 在場所來說 之前我們有一對夫婦在美國返港 就是第十二日陽本陽性的個案 之後我們在太古城的麥當勞 都找到三宗個案 我們做了強制檢測通告 在他們去過的十一個處所 找到多兩宗個案 在太古城的麥當勞 一宗個案是76歲的女士 住在觀塘麗晶花園第六座 她曾經在同一天 十三日十點半到十二點半左右 十二點九到去過那家麥當勞 坐在麥當勞的園桌 她的家人也有兩位 十八日快速檢測陽性 她自己十七日有點咳 然後十九日的樣本就陽性 她在十九日那天 就因為那間大廈要做強制的衛風強檢 所以就拿了個樣本 她現在本人就在北區醫院 北大如山醫院 她曾經在傳染期去過幾個地方 這幾個地方都是需要做強制檢測的 包括在銅鑼 土瓜灣的一間叫馬陸的食市 她是五月十六號十一點多去的 另外就是十七日 就去過會展的 在灣仔灣景中心的大快活 那就是五月十七日的早餐 另外就是五月十七日 都在二和街的麥當勞 就吃午餐的 還有在五月十九日 就在杜香茶居 在旺角的荷里活中心那裡 就是吃早餐的 十點多 這四個地方都會 有強制檢測的通告 詳細的時間 那個時段 我們都會再核對清楚 然後公佈的 另外還有多一位人士 就是男士六十七歲 他住在太古城六座的盤陽閣 他也是這個強制檢測 找出來 他也是當日的11點到12點 就去過那間麥當勞 都是坐在近門口的一個圓桌仔 他就在傳染期 就沒有去過其他的餐廳用線 他跟家人一起去 家人當然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家人當然是一個緊密接觸者 因為都有幾宗個案找到 我們都擔心會不會是 跟之前那位夫婦 有傳染在這裏的情況 當然都有機會是 剛好找到 但是都已經有五宗個案 除了那對夫婦 所以我們今天都落去那間麥當勞 那裏就會做一個實地的調查 以及拿些樣本 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的 現在請李醫生 我們會報一下醫管局方面情況 是 大家好 醫管局現時有514名的確診病人留醫 當中有45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現時需要入住隔離設施的病人當中 91位的病人在隔離病房 18位在二線隔離病房 40位病人在北大嶼山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而當中有18名是新增的確診病人 而昨天呈報了兩個病人情況危臺 就沒有一個新呈報的嚴重個案 現時留醫的確診病人當中 總共有10名的危臺 以及7名的嚴重病人 而其中3名的危臺病人 正是接受這個深哲治療的治療 昨天是沒有任何新呈報的離世個案 昨天有43名的病人康復 當中包括27名的病人是出院的 第五波疫情至今 總共有49,851名的病人康復 而當中包括49,545名的病人已經出院的 而在2020年初開始 本港總共有62,231名的病人康復 而當中包括61,925名的病人出院 另外今天沒有任何的病人 在入院西查檢測到是呈陽性 也都沒有任何的緊密接觸者 員工方面 現在總共有23,022名的員工確診 而當中有22,892名的員工 是經已返回了工作崗位的 今天醫管局報告為了這麼多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用我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在發問之前請介紹 還是自己打給傳媒機構 第一位那邊有位男士 你好,點心問 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專家也說了 其實第四針不是每個人都有需要去打 就是想問一問 其實一般市民應該用甚麼標準 去衡量自己有沒有需要接觸第四針 局方有沒有一些很實用的建議給他們 第二個問題就是 坊間有說 有些醫生以高價向市民賣免針紙 當中還可能不用再做任何身體檢查 就可以獲得了 其實政府又或者當局有沒有一些 抽樣 又或者去檢查這件事 是怎樣的情況呢 還有有甚麼方法去防止同類的事發生呢 謝謝 我想我們衛生防護中心合下的科學委員會 以及那個聯同行政長官的專家顧問團 就在5月20日就開過一個網上會議 當時也是審視過最新的科學的實證 以及本地的情況 其實就是所有的數據都是顯示 一般來說接種三劑復必泰 或者是刻意來福 就是對於預防重症和死亡 就是很有效的了 其實三針一般來說都是足夠的 但是都知道有個別人士 可能是去海外升學 或者是要符合海外旅遊規定 或者是一些比如說他本身是一個高風險的人士 例如一些健康工作人員 就是需要醫療照顧人 他們可能會選擇想多一點保護 因為打完第四針都會有一個短暫和額外的保護 但是一般來說就未必需要 我們本身都是希望三針是預防重症和死亡的 但是有個別人士是需要這種的額外的保護的話 他們可以選擇去打第四針 這個就是科學委員會的看法 另外就是如果你說是你剛才提到的個案 說豁免斬止那些 如果是有違例的情況 我知道相關的部門或者是政策局都會跟進 下一位 這邊這位女士 兩位醫生 你們好 香港01 想問麥當勞一家三口證實了 是否變種病毒BA2.1、2.2味 還有第二條問題 想問政府在6月13日 就會開始在核核的指定醫療處所 就實施疫苗通能症 未打針的人就會拿到一個 陰性的核酸檢測結果才可以進去 有人批評政府這個措施操之過急 因為那些長者經常複疹和抽血 可能每個星期都要去醫院 還有一些行動不便 如果他們未能完成接種 但又要額外做核酸檢測 就會構成不便 其實SHP有沒有想過 其實這個舉動會有些操之過急 你有甚麼措施可以幫助這類人群呢 第三條問題想問 昨天也有行家問過 就是核酸檢測的問題 SHP就相信核酸對本港的威脅都不是很大 但今天比利時宣布說要有一天隔離 有核酸的人士 如果假設本港有輸入個案的話 會不會考慮隔離這麼多天呢 還有香港有甚麼預防的措施呢 麻煩你 那對那三母子 就是全基因分析未完成 應該都會很快有結果 政府在指定醫療署所推行的疫苗通行證 我覺得都是希望保護使用醫療服務的市民大眾 就是防止他們感染重症和死亡風險 特別是這個覆診的地方 都是長者、長期病患的人士 另外都是希望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如果真的未趕一次接種的人士 其實他們是可以做一個核酸檢測的結果 這方面我想在政府來說 都是非常方便、很容易得到 所以都是希望他們盡快接種疫苗 在喉豆方面 我們今天都會發信給私家醫生 即所有醫生 都是希望他們留意這個情況 以及情報一些懷疑的個案 如果真的有懷疑的個案 在香港來說我們都覺得是需要隔離的 因為其實始終都有一個傳染性 一般隔離的日子都是看前伏期、傳染期 所以有一天一般來說都是正常的 下一位 各位男士 你好,兩位醫生 跟進泰古城的情況 可以介紹自己代表傳媒機構 有線電視的 想跟進泰古城的麥當勞情況 其實新確診的人士 跟本身一家三口座的距離是否很近 或者其實這間餐廳本身的通風系統 是否有些問題 或者是門口特別大風引致到容易受感染呢 麻煩 那個座的距離 其實我們都要實際再問很清楚 因為大家都形容過坐的地方 但是實際的情況我們下去看 還有要對回問他們 記不記得清楚自己坐在哪裡 因為有時都不是說記得十分清楚 記不記得是圓台、哪張或怎樣 現在新增的兩位人士 加上之前的三位人士都是坐圓台的 那是否只有很近呢 其實我們都要再提一提 而之前那位女士就是坐… 不是圓台的 是那些長的 那些高椅子 所以都要看回 但是據我們這麼久以來的調查 或者是第五波以來 其實那個Omicron的傳染性是非常之高的 尤其是不戴口罩 在麥當勞吃飯 吃東西的時候應該都沒有戴口罩 那如果… 就算空氣流通得非常之好 都有這些傳播的情況 所以我們都會再看一看 那你之前都見過餐廳 或者甚至第五波很早期的時候 我們調查得比較徹底的時候 都會發現其實很遠都可以傳播 下一位 那位男士 你好 AM730 關於太古城莫當勞 想了解暫時掌握到那個座位分佈 其實他們那堆圓台 其實是不是都是離開店舖的必經之路 還是跟那個美國反廣告 其實是不是有一個必然 一定會有那個交集在那裡呢 另外學校有三種過運的那間方面 就有沒有說那兩個學生 是不是都坐近… 上課的時候坐比較前呢 還有有沒有老師是這樣要檢疫的呢 就是教職員要檢疫 第三就是 之前那些群組有沒有說 新幹或者新調查進展呢 最後就是關於打針那裡 其實之前政府說兩針的時候 都未說有第三針 但後來有些市民就覺得 因為隨時就加了一針下去 就已經不想再無知 已經打下去就暫時拒絕打第三針 想知道CHP有沒有這方面的建議給他們 請問我們 那個圓桌… 我們都知道那幾位用餐人士 都是坐圓桌 至於是真的坐哪一張 因為他們說那些可能有些在近門口 有些在近拿食物的地方 門口和拿食物的地方 一般來說都是每個人都會經過的地方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接觸 或者這些個案是否真的大家都相關呢 我們都要看看坐圍 以及全基因分析再提清楚 那你剛才說的學校是哪個個案 有一個老師 那一間老師是較早前已經病發 就已經沒有上學 先看看 那老師應該是17日已經沒有上學了 他曾經教過另外兩班 就是今天有個案 就是一個都是19日最後一回合 兩個都是19日最後一回合 都距離現在有幾天了 但是那兩位學生 一個就是20日快速陽性 另外一位都是20日快速檢測陽性 暫時我們就沒有說需要叫那些老師 或者其他老師或者學生 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之前那些群組就沒有再新增的個案 打針 其實一般來說就是 打…我們現在無論是外國 或者尤其是本地的數據 就是顯示打第三針之後 無論是Beyond Tech 或者Synoway 就是兩種針在香港有的 科興或者復必泰 都是保護這個嚴重 或者死亡個案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這件事的數據 其實你看我們在網上的資料 都可以看得到的 那又可能在80歲以上來說 如果沒有打針的話 就是百分之十七 即十六點多 去到打完三針是百分之1.22 這是講80歲以上的人士 尤其是80歲以上的人士 現在我們覺得打針第三針的比率 還是相當低 那如果普通人士 就是由百分之3的粗死亡率 就是去到0.04 百分之0.04 所以是更加保護力高的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沒有打齊三針疫苗 就需要去打回 下一位那位藍色 最後那位藍色 你好TV 首先都想問疫情趨勢 看到今天的確診數字 都是在190宗左右 有沒有說 CH3如何評估 現在疫情趨勢是持續下跌 還是這個數字 都可能會維持多一段時間呢 第二就是想問 有關於今天有說到 那位76歲的那位女士 有沒有說他的CT值 他本身是高還是低呢 因為都看到他住在觀塘 但他去到的地方都比較多 都去到不同區的一些餐廳吃東西 想問如何看回這個個案的一些傳播風險 麻煩你 其實如果你有跟我們最近的那些數字 雖然在二、三百之間 都會有上上落落的 所以今天就跌破了200 但是也不排除那些數字都會有少少少上落的 但是我覺得現在疫情都相當平穩 各項指數 包括一些污水檢測 社區檢測中心的那些陽性個案 各樣都是比較平穩和向下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暫時都可能會平穩 有望向下的 但是現在比較擔憂 就是我們都可能有機會有一些變異病毒株 例如BA.2.1、2.1 例如有機會在BA.4、1.5 這些病毒株可能在傳播力上更快 暫時就未見到他們會否更加有嚴重的情況 而如果你留意到我們前兩天 在蘭桂坊的酒店那裡有傳播 其實我們雖然在入境的措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始終Omicron也是非常傳播力高 在一些我們想不到的情況下 都可能會有些傳播 所以大家最重要都是要打針 因為打完針的話 無論你是希望 無論是有些變異的情況 始終我們對於嚴重的情況 或者是死亡的情況 都是有保護的 那位76歲女士的CT值好像是CT20多 都可能會有一些傳播力 下一位 最後那位是藍色 你好 兩位在NOW TV 首先想問問那三間出現個案的學校 其實可不可以說是中學、小學 可不可以給一些資料 然後想問一問 其實現在在太古城中心的那間M技 會出現多一些個案 其實會不會預期那間M技 始終可能是人多聚集的地方 會不會未來M技發現的個案 或者相關群組的個案 會越來越多呢 最後想問一下HA 就知道你的基金會 之前可能有一筆撥款 就支助一些公園轉移界 去私營醫院的一些病人 其實現在疫情緩和之後 想問一下這些基金會支援的撥款 HA會怎樣去作出一些安排使用呢 麻煩你 那三間都是小學來的 都在九龍區 這間是嗎 主席 三間都是九龍區的小學 三間都是九龍區的小學 應該去蜜當勞那間 因為比較大的蜜當勞 所以當日應該超過一百位人士去了 而有三十人士應該去之前已經感染過 就是最近感染過 可能都有一百位是需要接受檢測 不是所有的結果都回來了 有個別人士可能都未做檢測 我們會跟進的 所以都不排除還有一些個案 其他十一個地方 其他十一個地方 我們都有跟進 暫時就未有新的個案 關於李嘉誠基金會那裏 關於李嘉誠基金會那裏 我們都在裏表達過感謝 以及私家醫院的協助 在我隊員最艱難的時期方 我們收了不少的非新冠病人 去私家醫院接受治療 那麼就計劃裏面 是超過了八百位的公立醫院病人 是獲得轉介 去七間不同的私家醫院 來接受治療的 包括一些關心病的病人 腸癌的手術的病人 以及癌症需要放射治療 以及分娩服務的病人 那麼當然這件事 我們都會繼續跟私家醫院保持聯絡 我們希望在一步跟私家醫院共同協助 下一位 最後這位 馬醫生你好,明報 首先想問 康民署今天公佈了一系列關於回歸的活動 當中提及部分場地會免費開放 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未來回歸 在疫情現有疫情之下 公開宣佈一些回歸活動 其實有沒有機會增加了這些感染風險 跟現時的防疫工作 還有一些背道疑似呢 還有衛生防護中心有沒有就過這些大型的公開活動 或者是慶回歸的節目 作出一些防感染的建議 或者如何評估中間的一些感染風險呢 另外想問一些之前的群組 昨天提過就是 上環弘絲的群組只剩餘一個人 即是未有檢測結果 想問那個人回歸的檢測結果沒有 以及是否已經判斷那個弘絲的群組 可能已經過了段落呢 另外想問一下 就是昨天有一個新加坡反港的男子 想問他有一位密切接觸者的家庭 他是否陽性 以及他所工作的地點 以至他曾經到訪的地點 有沒有一些新的人是染疫的呢 最後想問一下 是個個三間小學 即是三間有個案的學校 想問除了教職員以外 其他那些有個案的學生 他們所屬班級 其他學生 有沒有需要他們在放外活動上面 有些限制 比如他有一些要避免參加一些 比較高傳風險的活動 或者是一些放外活動上面 他們可能有一段時間未能參加 或者是否有些跟進措施呢 謝謝 我先回答一些容易回答的問題 弘絲那個就是陰性 那個個案的相關的 需要強制檢測的個案 我們都在跟進 當然強制檢測今天還是可以做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都報告 但暫時未見到新的個案 學校有兩個個案 純粹我們謹慎地看 每七天會不會有兩個個案 已經是非常嚴謹的看法 我們暫時不需要其他學生 做甚麼特別的情況 除了他們每一天都要做快速檢測 回歸活動 我想其實所有這些活動 都是跟人流有關 我相信相關的部門 都應該他們會做一些防感染的措施 今天記者會完結了 多謝大家 謝謝 很緊密的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